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一只熊猫正在晒着日光浴池的竹子 生活简直不要太美滋滋 旁边的孔雀也在低头进食 画面看起来十分友好 虽然说孔雀是我国保护动物 但是相对于大熊猫来说 还是大熊猫更加珍贵 更加受人喜爱 但是过了一会儿画风却突然变了 只见到熊猫追着孔雀就是猛跑 这究竟是咋了呢 刚刚不是还相处得非常和谐 这一下咋就开始战斗了呢 有大猫后半天 大熊猫只为耗一根孔雀的毛 看着它拿在手里的开心的样子 简直是可爱的妖命 不过不知道熊猫宝宝费尽天心万古 拿到孔雀的毛就竟然干嘛呢 看着熊猫宝宝接下来的举动 众人都笑喷了 原来是刚才吃竹子太快 导致现在给塞牙了 所以拿孔雀的毛发来给自己当牙签 屁牙 看着这国保不禁感叹 果真是国保 做事情是让人出乎意料 看来那小脑瓜还是很灵光的呢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转发和评论